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问题上 喀山联邦大学已经更进一步 这里教授一年级的学生 八岁的孩子们在教室和实验室出现已经是寻常事 甚至还没有从小学毕业 就可以像大学生一样在喀山联邦大学的儿童大学进行学习 这个项目从2011年11月开始实施 迅速引起喀山甚至整个达达斯坦的关注 截至目前 这里有一千多名儿童大学生学习 而成功的秘诀 据组织者透露是非常容易的 当然 我们与小学类似 但事实证明儿童大学的学生获得了更多的实践知识 而且我们建立这样的教育机制是为了提高孩子们的兴趣 都能够享受大学教育 教会孩子们自主选择未来 培养了阅读兴趣 因此 这个项目在初始阶段就得到了喀山联邦大学领导 和达达斯坦共和国政府的支持 我们的目标是尽早地帮助你们适应新环境 逐渐重视大学生活 介绍你们与老师认识 了解授课方式 儿童大学应该向所有人开放 免费的30分钟课程基本每个周末和假期都会进行 可以学习新技能的课程 甚至连大学生都羡慕不已 年轻的大学生们参加微生物学 经济学 天文学 地质学 甚至考古学的讲座 这还不是所有的学科 另外 课程的主题不仅由教师决定 孩子们自己 甚至是家长 也有选择的权利 孩子们是否对这样或那样的话题感兴趣 想知道的话非常容易 最主要的原理就在于自主选择 然而如何点燃那些爱问为什么的孩子的兴趣呢 在教室上课是非常罕见的 学生们经常参观达达斯坦的历史建筑 去博物馆和剧院 今年根据课程计划 他们已经去过了农场 与农村生活的初识给孩子们带来了积极的情绪 有趣的是他们的小牛读都是编号的 以前我只在画里面看到过牛 从来没想到他们有那么大的脚 除了这些年轻的学生们还在 喀山联邦大学的实验室里学习 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已经在给同龄人开讲座了 这并不奇怪 因为已有先例 那就是儿童大学的副教授教授 还有喀山联邦大学下属机构的领导们 教育孩子的工作 只有最优秀的专家才值得信任 如果专家能够完全阐述如何创建复杂的科学知识 这是专业素养最好的体现 这是专业素养最好的体现 要知道不是所有的著名学者都既能胜任成人授课 同时也能教授儿童 学生们即使在生病时也不愿意缺课 而所有的课程在喀山联邦大学学生电视台都有在线直播 使得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 下面要说的大家都很熟悉了 这就是喀山联邦大学学生电视台 便捷的互联网渠道universemortree.garu 成为数十名学生 梦想成为记者 主持人 甚至是制片方的梦想舞台 2013年秋 达达斯坦共和国和邻近地区的许多学生 实现了出现在电视荧幕上的梦想 9月1日 大众传播与社会学科研究所 开办了广播电视制作教研组 新的部门虽然并不稀奇 但的确可以称之为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这是俄罗斯大学历史上第一次培养的 不仅是记者 还有真正的媒体领域的专业人士 我认为建立这个教研组是非常重要的 有了它 我们就可以为电视台培养有价值的人才 应当指出的是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将在达达斯坦共和国的电视台工作 电视广播制作教研组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独特的时间基础 为了能够投身记者事业 制作自己的电视节目 甚至是拍摄真正的电视剧 这里不需要等到文凭和正式就业 新教研组的大学生 从第一天起 就可以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真正的电视台 24小时学生网络电视台 Universumotry.garu 拥有先进技术的设备不逊色于任何地区和国家的电视台 电视台分成两个部分 新闻和加工制作 每天都有学生新闻直播 节目讲述学校和学生自己的生活 而制作部制作主题类和认知类的节目 娱乐脱口秀和幽默视频 而且这些都是学生们自己的想法 不久前直播了学生的作品 脱口秀节目 话题是人体器官再生 是不老之药 还是通往地域之路 学生自己作为参加者和专家来发言 这样的实践活动对学生很有益处 今年我们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计划 对于每个人来说 在电视台工作并不是偶然的 大家都渴望在电视领域的工作 从在学生电视台工作的第一天起 就实现了自我价值 这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 我们试图把他们纳入制作团队 让他们高兴的是 他们既可以自己出镜 也可以和团队一同制作影片 广播和电视制作教研组的学生 也可以得到高水平的理论知识 学者讲座的发言人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 通常是应邀而来 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 记者 评论员 编剧和导演 也经常会做客未来电视知新们的课堂 其中还有海外的专家 前不久 学生们就与保罗 萨尔兹曼 著名的加拿大导演见面了 导演带着他的纪录片 《最后的白衣骑士》造访喀山 而且正如广播电视制作教研组所说的 这样的见面会是平常的实践活动 要知道在短期内 这里的整个教育过程会与制作结合起来 得益于此 职业生涯从大学时代就开始了 而电视台有潜力的领导者 主导演和制片会获得文凭 新年的第一周在喀山联邦大学是最繁忙的 数十场会议 参观 讲座 节前活动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其中最有趣的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周小薇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万花筒 喀山联邦大学的法律系近日庆祝了自己的生日 喀山联邦大学法律系成立于1804年 在其漫长的历史中 喀山联邦大学法学院已经不仅成为学校最有前景的学院 喀山市市长伊利·苏尔·美德辛 达达斯坦共和国代表伊利·达尔·哈利科夫 达达斯坦共和国检察院代表伊尔·杜斯·纳菲科夫 和许多共和国杰出人物在此获得法学学位 此外 喀山市市长伊利·苏尔·美德辛 以奖学金的形式鼓励年轻人进行科学研究 比赛允许大学生 研究生和30岁以下的成人报名 不过最主要的条件并非年龄限制 而是项目要有实际的意义 今年的一轮海选中 近200名年轻者参赛了他们的研究 这个比赛对年轻学者来说非常重要 他们需要支持 为了不丧失兴趣和热情 要知道科学是最不容易的 不是每个人都会选择从事科学研究 因此 刚开始投身科学研究应当给予支持 在现代社会有缺陷的人们能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呢 喀山联邦大学的学生们试图通过 与卡布卡·巴纳尤托瓦的会面中找寻答案 他是残疾人运动会在保加利亚的负责人 他自身也是一名残疾人士 他在1995年为和他一样的参加人争取权利 卡布卡·巴纳尤托瓦来到喀山 是为了与学习社会工作的大学生们见面 他对学生们说 社会服务对参加人的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 卡布卡认为 残疾人的主要问题如今已不再是关于他们自身 而是与社会也有关系 参加人的生活是由国家预算保证的 而预算取自于国民 而今天谁愿意为别人买单呢 这就是为参加人的生活是由国家预算保证的 而预算取决于国民 而今天谁愿意为别人买单呢 这就是问题所在 这是我的观点 对于达达斯坦共和国的人民来说 在12月底 最期待已久的事件应该不是新年 而是奥运会火炬接力 12月30日 象征2014年奥运会的圣火将会来到大运会之都喀山 在此之后 圣火将会传至达达斯坦的两个历史东心 视为亚日斯克岛和古堡加利 当晚火炬会返回喀山 而在大运村 俄罗斯最大的学生住宅区会举办小型的火炬接力 12月31日 圣火传至莫斯科最重要的历史古迹 以及大运会期间的专注 被授予仍欲称号火炬手的约370人 有杰出的运动员 政界代表 社会公众人物 也会参加火炬接力 而喀山联邦大学的校长伊丽莎特·卡弗洛夫 在2013年夏季国际运动会中 已经是火炬手了 今天的新闻万花筒到此结束 主持人周小薇与您下期节目相见 喀山联邦大学的知名度已经远远走出了俄罗斯 例如在日本 我们学校与日本最大的科学研究学院瑞金学院进行了合作 以下短片就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项合作的故事 俄罗斯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和日本最有进步空间的科学研究中心 长期进行合作 喀山联邦大学物理学院副院长德米特里·达尤尔斯基 造访了新成立的纳米技术理化学中心和低温物理实验室 所长由教授科诺来担任 达尤尔斯基和他早就有过科学方面的交流 科诺还在东京大学的研讨会上多次发言 自2002年以来 交流发展在稳定的基础上更是达到了惊人的速度 早在2008年8月 喀山联邦大学和理化学研究所签订了研究生联合发展项目 项目的俄方负责人是达尤尔斯基 这份文件给喀山的年轻学者带来了光明的前景 该程序是这样的 我们的研究生有机会在这里进行研究 用我们的设备 同样也能够使用日本的设备 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方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与此同时 我们可以通过该项目得到双学位 2010年10月 喀山联邦大学物理研究所和高级科学研究所正式达成了合作 高级科学研究所是理化学研究所的一部分 双方对在喀山联邦大学物理研究所建立共同的实验室达成了共识 与此同时蓬勃发展的还有共同研究生的项目 2011年春天 阿列克谢·布德鲁·特吉诺夫成功地进行了论文答辩 该事件的独特性在于年轻学者同时获得两项学历 俄罗斯物理和数学博士学位以及理化学研究所国际哲学博士学位 这之后 喀山联邦大学的几个研究生还被派去理化工研究所 10年之后将开创两个科学巨人合作的里程碑 2012年5月2日理化学研究所由廖兹·诺伊利领导的代表团访问了喀山联邦大学 在访问期间代表团参观了喀大和理化学研究所的共同科研设备 其中包括三个新材料研究实验室 现在我们与您所在的是我们与理化学研究所共同开设的新材料实验室 这里有我们的骄傲芯片合成熔炉 在这个熔炉 我们的学生可以合成非常完美的芯片 顺便指出 理化学研究所也有同样的熔炉 就在前几天 我们的研究生在这里合成了新的芯片 用于生产和研究其性能 今天我们可以谈谈喀喀山联邦大学和理化学研究所的 定期访问合作 在化学方面正进行联合研究 日本学者还对于基础医学和生物学院的合作表现出兴趣 因此今年11月在喀山联邦大学科研界的会议上 理化学研究所创新转化和诊断医学的主任 梁英林奇做了发言 一个日本著名学者在生物医学领域 提出了理化学研究所基因项目的新观点 同时对转化医学在日本的状况和发展 做出了阐述 值得注意的是提出了将新方法 引进喀山医疗机构的可能性 有可能实现喀山联邦大学基础医学和生物研究所 与理化学研究所的合作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我是主持人刘宜坤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